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立资金累计已经突破8万人次 超过全市人口的22% 至于4月27号将实施的三加市方案 没有常特别说明相关资讯 基隆市卫生局方面也预估 实施首日基隆将有1500人左右解割 公布了新的三加市的一个政策 当然在刚刚的中央的一个记者会里面 CDC也有做了一些说明 那现在因为正在调整跟换轨当中 我们也在积极的一个协助跟配合 那也在这边跟市民朋友大家来报告 大概这两天会有很 比较大量的一个解割 会跟这个三加市的政策 其实也有关系 另外就是我们前阵子 匡列的人数比较多 那现在时间刚好也到了 这个解割的时间点 那配合了三加市的一个政策 在这边跟大家说明 如果你是已经居隔超过三天的民众 含三天的部分 从4月27号的临时开始 会解除居家隔离 那这个是由中央统一 他会以简讯来通知 这个通知这个你 然后这个其中 他的这个简讯的一个内容 就会包括这个 从4月27日临时起 解除居家隔离的一个讯息 那如果你是在市前 在之前就已经 领有居家隔离书的人 那一律作废 一律作废 就以这一次中央所发送的 居家隔离简讯为准 对于实施三加市方案 与以塞代检中 最为重要的工具快塞试剂 能不容易买到 牛昌透露金融市政府 原本计划自行购买快塞试剂 也因为中央征用卡关 向中央申请校园快塞防护网等计划 也没有获得中央同意 不过中央规划的实名制 购买快塞试剂 最近将上路 渴望解决快塞试剂不足的问题 爱心快塞的这个计划完成之后 我们市政府是觉得快塞试剂对防疫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在那一个计划完成之后 我们金融市政府就自己跟业者透过这个公共供应的一个平台 来订购这个快塞试剂 不过后来因为中央整个集中的一个征用 所以我们跟业者订的快塞试剂的出货 也受到一个影响跟卡关 我们积极的再跟业者来要求 现在中央已经逐步的快塞试剂 有做了一些规划或者是进口 那我们订购的这些自购的快塞试剂能够尽早的给我们 那至于跟中央申请的部分呢 我们在之前有提出一个计划 也就是包括我们在校园里面 希望这个透过校园学生的一个快塞 来建置一个防护网 那这个计划中央并没有同意 所以我们并没有拿到这个新的一个快塞试剂 刘友昌强调对于三加四方案 正与中央厘清相关配套措施 也希望中央紧述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引 而随着确诊数量越来越高 未来也需要民众的自主防疫 度过这段过渡期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 而居家隔离政策三加四上路 基隆南战一大早就出现了筛减人潮 但是因为人数真的太多了 也让人排出不少火器 医护人员只能尽量安抚 请民众多体谅配合排队秩序 基隆火车站南站筛减站 一早民众陆续来排队 但工作人员都还没到 已经从门口排到广场 八点半时间一到人潮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跟着动线排排站 就会像这样 因为这个是在户外难免的 今天又太阳比较大 所以大家 集合民众也可以体谅一下 怎么说 因为真的是空间有限 其实人潮这么多的时候 你在排那个动线 其实真的是有限 26号早上 今天火车站南站的社区筛检站 涌入大批民众 大部分的人都是想来筛个安心 毕竟现在开始居家隔离 踩成三加四 学校停课标准 还有学生居家隔离天数怎么算 所有人都是母沙沙 他回报是否是阳性 那我们才真的叫停课 目前我们也不能说 应该算不能停课 可是学校还是预防性说先停等待结果 那这样子我们这几天 我们其实也是 也是没有跟 也没有在上课 也没有接触 那我们也要上隔离 让我们也是觉得很乱 虽然居家隔离政策改变 就是希望民众生活可以正常运作 只是消防队有人确诊 影响到救护工作 90多岁的阿伯逛菜市场逛到一半身体不舒服 走不动 需要送往医院治疗 结果眼前100公尺就有救护车 却等不到 因为金融消防局某分队有人确诊 分队所有人被要求确认PCR阴性 才能够回到工作岗位 最后勤务中心紧急调派其他单位前往资源 好在阿伯顺利送医没有大碍 新的居家隔离规定改变了 只是民众如何平常心面对病毒 又该怎么恢复正常生活 似乎还有待时间考验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道 金融市小吃店和警察群聚感染才告一段落 现在又有警察和消防人员确诊 金融市长林武昌说 这一次和之前小吃店群聚感染链无关 他们也定期快山 并实施分仓分流机制 不会影响到治安救灾的救护工作 消防分队大门口张贴防疫标语 外观看似正常 但却传出一名主管确诊 消防局下令全体分队队员 分批进行PCR筛检 一大早火车站筛检站 就出现消防队员前来筛检 还有休假队员就近裁检 没有我们是叫我们来通知我们来啦 有发生确诊的同仁 他有跟哪些同仁有做一个密切的接触 那把这些有密切接触的同仁把它区隔出来 依照我们政府的一个三加四天的一个区隔方案 来做处理 那至于在勤务的部分 我想我们都有很健全的一个代理的一个机制 那即使是干部确诊 我们有另外一个同仁会来做代理的一个工作 那目前来讲我们跟一般民众接触的勤务 我们暂时先把它停掉 那其实很多的工作 我们还是持续在进行 而警察局群聚案才告一段落 现在又传出某派出所一名寻佐 23日出现喉咙痒症状 自行快筛呈现阳性 24日前往基督医院PCR裁检 报告出炉是确诊 派出所的部分 第一时间因为我们的消防局 还有派出所警务同仁 其实都有定期在做快筛的一个筛检 那这个所以他们是有快筛阳性之后 再去做裁检确诊 那另外第二个是我们市政府从这个许久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分舱分流分班的上班的一个机制 所以本来就是分流的一个状况 那警务同仁或者是包括消防局的一个同仁 确诊并不会影响到他们勤务的一个执行 因为这本来就在整个防疫的规划里面 那至于他们的同仁匡列的一个情形 现在都是匡列四个人 警校人员分别传出染疫 匡列五名园警和四名消防队员 市长刘昌强调不影响治安救灾请勿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而新冠肺炎疫情在校园里延烧 其中在中山区的港西国校 德河国小以及私立盛兴小学 都向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求援 张炳君也立即协调 基隆市环保局进行清洁消毒 基隆市环保局清洁队员 在学校各地点进行全面清销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校园里面延烧 其中位在中山区的港西国小 德河国小以及私立盛兴小学 都向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求援 张炳君也立即协调 基隆市环保局进行清洁消毒的工作 让学校和家长放心 也让三所学校都非常感谢 这是我们的学校 学生都发生了确诊的问题 那因为确诊也让我们学生 其实大家都人心惶惶 家长也会导致 不敢让自己的小朋友去上课 那炳君其实立即来 去跟我们环保局来去协调 利用他们的下课时间 或者是放假的时间 赶快进行整个学校的清销 来保障我们所有学生 跟教职员的安全 那其实疫情也持续的援近中 也传出了多所学校 那都有持续的发生确诊 那也是要在此呼吁教育处 是不是来对所有的学校 是不是有统一来去做一个停课 或者是有一些疫苗的施打 要去做一些应变的措施 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家长跟学生安心 也可以让他们放心的上课跟上学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张敏军艺座协助 协调环保局在假日的时间 到学校做清销 因为学校每个班级有确诊的孩子 目前已经停课 那也很感谢环保局的人员 在周日中午的时间 就完成学校的一个清洁跟消毒 在这边非常感谢张敏军艺座的一个协助 代表我们马戏国小的青师生 是这样最诚挚的一个信 张敏军也强调疫情延烧 只要学校有需要 他都会尽全力来帮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 将在4月30及5月1号登场 基隆市教育处方面表示 基隆市的评价公立幼儿园比例 是北部县市之冠 另外8月起 包括了台电基隆营业处等 5间职场互动室教保服务中心 也将加入 希望提供家长更多元的选择 为了减轻家长负担 基隆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 校校有公佑 区区设非营利幼儿园等政策 111学年度全市107间幼儿园中 公立幼儿园44间 非营利幼儿园8间 准公共化幼儿园则有32间 评价幼儿园比例达78.5% 近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 招生登记新增上人国小附设幼儿园 让公立幼儿园招生名额再增216个 家长想让小孩就读公佑 几乎等于免抽签 今年方式我们跟去年一样 采线上登记抽签的方式 因为疫情家长也可以不用出门 在家上网登记抽签 就可以知道结果 同时也可以线上报到 那除了就是优先入园的 符合优先入园的小朋友的家长 要到现场之外呢 其他都是线上登记抽签 那今年我们跟往年不一样的是 我们校校有公佑的这个政策 又在跨前了一步 今年我们在上人国小 设了一间妇幼 招收30名的幼儿 以及在其他的公立学校的 附设幼儿园政策八班 所以我们今年在名额上 公佑又增加了216个招生的名额 另外包括台电基隆营业处 港务公司道仁工业区服务中心 阳明海运及水市所等五间职场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 也将在八月成立 可收拖两岁以上 未满六岁 共190位幼儿 希望提供家长更多元的选择 今年基隆区加入了五个职场互助的教保中心 比如说台电的基隆营业处 还有港务公司 阳明海运等五个点 那他们也在八月一号会开始 招生上路 那这个资讯我们都有公告在我们的教育处的脸书 那家长关心可以上去查询 那他们除了招收自己的员工子女之外 也会开放给一般的 又符合年龄的幼儿的家长可以去登记 除了就读公立中签率高外 今年八月起就学费用也将再调降 公佑部分从每个月一千元降为五百元 非盈利幼儿园调降至每月两千元 准公共化幼儿园则调降到每月三千元 就读私幼或是家长自己带的育额津贴 则是从三千五百元增加到五千元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记录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祠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大光而少之家育幼院 在七独马南里大华二路一带 有大约五公顷左右的土地 规划要作为儿童青少年 休闲教育用的农场 不过却没有一条 可以开车出路的连外道路 因此向市议员郑文廷来陈勤 邀及相关市府单位 来办理会干安 寻求解决方法 大光而少之家育幼院 在七独马南里大华二路一带 有大约五公顷左右的土地 规划作为儿童青少年 休闲教育用的农场或是农园 原本有一条对外的连外道路 不过因为属于私人土地 而被封路无路可用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郑文廷陈勤 我们在基隆这样长期以来 在做儿少 在做关怀的事情 我们看到孩子们 其实他们很需要大自然的空间 那大光而少之家又是 我们房子是租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地方 有自己的房子 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在 这一部分在努力 那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一个 适合的地方 那现在就是卡在这个 没有路可以进去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我们希望做很好的计划 可以帮助 不是只有大光而少之家 而是基隆市的 所有的弱势的孩子 或是有需要 这样在这个农牧上面 有专业的孩子 他们都能够进来 这是我们的期待 郑文廷特地邀请市政府 公务处交通处地震处 以及当地马南里长 和苏仁和议员特助 林昆明等人办理会刊 初步希望可以利用 二高底下马南里民活动中心后方 利用废弃的旧桥梁桥墩 重建一条新的桥梁 跨越溪流到对岸 直接衔接大光而少之家土地 或是从对岸沿着溪流 开辟一条新的连外道路 衔接大滑二路 协助他们发展农耕的 这样的一个愿景 能够帮他们来实现 那事实上 苏院长也跟我谈了很多 就是说大光月月 如果能够搬迁到 这一个地方的话 未来他们除了农耕之外 也希望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发计划 让很多市民朋友 都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园区 来享受这些天然的一个美景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善心 是值得被大家鼓励 也值得大家一起来协助他们 不过可能还涉及到 高工局 国产署 水利署 以及市政府产发处等单位 将会厘清权责之后 继续办理会刊 研议最可行的解决办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台中有彩虹村 在基隆有彩虹巷 一群教会姐妹们 把原本是用坑入125巷内 老旧墙面才会成 同趣生动的景致 吸引了许多人参观打卡 记录这漏像美学 旧市议员陈宜指出 透过社区营造 让老旧社区脱胎换骨 很值得借景 墙面上五彩缤纷颜色 让游客仿佛置身在台中的彩虹村 但其实这是在北台湾的基隆 特别喜欢 我觉得尤其是这个蓝天白云 好像跟这个森林 就是这个颜色都很好 对对对 而且它很亮很彩色 跟大自然结合 还有这边很多花草这样子 对 非常喜欢 像那种脱胎换骨的经验 就连其他里的里长都来观摩 霸占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这里也是可以让我们 每个里的里长可以来观摩 像我们里头也需要来这边 跟他们学习 让我们这里成为一个 观光的设造的观光集点 让我们的巷道会变成这么漂亮 真的是也要希望我们的里长 每个人都有空来这里来观摩一下下 这里是基隆市新区 烧坑125项 因为基隆多雨潮湿 加上之前没有整理维护 原本巷子里是一片老旧斑驳 昏暗的景象 不过附近的教会 有一名教友高牡丹 他是重要推手 我常去海边钓鱼 因为我很喜欢钓鱼 那我钓鱼的时候我就发现 那个石头有像什么像什么的 那突然间有一天呢 我就给自己剪了几个石头 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开始尝试 我用石头写字 我记得我的第一颗石头是为我们的教会 就是教会我写经文 我写经文 那我就用原始去写字 用白色的 后来我觉得白色这样不怎么样 就不是很好看 那后来我就想说我把它创一把改造 那我就用颜色就像画画一样 只不过我把画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放在石头上 这幅画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信义区的深奥坑路一二五项 那它其实像一个公车站牌 就像宫崎骏的这个绒猫公车这样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很适合打卡 那我们信义区也有这个深奥坑路一二五项 一个打卡新的景点 希望市民朋友能多多来这边走一走 从去年十一月开始 号召叫有跟居民把巷子打扫干净 石头清洗打底 上色之后加以利用 一起动手改造 我八十四月 我将来不知道看到这这么漂亮的地方 以前我是都在我们岛 我以前是去做行李 我们整天只跟人家都护了 都不知道看到这这么漂亮 现在就出来 出来有这个拉生操 跟我们的文丹老师 有这个拉生操 很好 有够快乐 还可以拉生操 还可以彩绘 很厉害 反正我们老师很强就对了 很厉害就对了 基隆有更多美丽的景点 然后让更多的基隆人可以知道 哇原来基隆是好漂亮的 基隆不是只是会下雨 原来在这个小小的秘境里面 我们可以寻找到小时候的感觉 比如我那边有荡秋千 比如我那边有很多的熊宝宝 还有站牌 我甚至把站牌上坑口都画起来了 所以也会勾起人家的回忆 所以去年十一月我就开始到现在 应该就是六个月了 所以我相信我还是继续会才会 教会的一个念头 改变了社区的面貌 基隆正闭云港跟这条山奥坑 一百二十五项都是成功的案例 中正区有正闭云港 我们信义区也有山奥坑路一二五项 那这边呢过去其实是很灰暗的一个 很旧的社区 那现在透过我们好多的师姐们 还有师兄还有老师 把整个社区都美化了 那现在因为也是疫情的影响 其实很多人都在家 其实还蛮忧郁的 那把这些废物再次的利用呢 把它再彩色化 让我们就是更加的美化社区 然后也是废物利用 也是一个很好很棒的活动 台中有彩虹眷村 金融深号坑有彩虹像 教会希望带动更多社区 一起美化环境 把相当的美学传播出去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暖暖区白公园 以往硬体设备不足 以及环境脏乱 但如今呢是全面翻转 在市员连恩典的争取下 不但稳固及加宽阶梯 铺设步道止滑砖 也将地整坪 改善了扶梯的扶手 串联地方公园 更号召志工们一同种植花卉 共同打造里内的后花园 整坪的楼梯 解决地形的高低落差 志工们除去杂草 种上花卉 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家园的心 我们是住在这边 这个步道本来就是高低不平 大街小街斜斜斜的很难走 后来就是因为连衣演 帮我们争取就重新再做过 所以现在的阶梯是 每个阶梯都差不多 比较好走 我们愿意加便宜走 因为之前就是有人会发达 另外从小在这长大的孩子 趁着青年服务日 一起投入爱护 今天是隔禁青年营 然后呢 学校也有限跟 林恩典的一员合作 争取到这个来社区服务的机会 这是我从小到大往到大的公园 里长和志工们都很感谢 市医员林恩典 争取经费改善白公园 让地方民众有舒适的生活空间 白公园在暖暖市医 一个对社区来讲相当重要 也大家蛮依赖的一个休息的场所 特别是在我们暖暖吊桥的前面 不管我们的景色 或者是我们运动的场域 还有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特别是暖暖这边都非常的喜欢 稳固及加宽阶梯 孤涉步道脂肪砖 将地整坪 改善阶梯扶手 串联地方公园 营造美好生活 提升幸福感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